大浪一波波打上梯房 远处灯塔几乎看不清楚 山头的台风步步逼近 高雄其金风雨逐渐明显 位于海景第一排的露营区业者 和时间赛跑做好防台准备 去年台风或者是小犬之类的 那几次我们整个园区都重创 然后都是损失六七百万 这次台风一直在关心它 业者表示这是他们开业以来 做过最完整的防台准备 之前小犬台风损失惨重 超过六百万元 这次宁愿多点工序 也不要再用血泪换造势 而私下属预估山头儿 可能会从南部登陆 因此高雄沿海地区 渔民也不断检查再检查 船只是否都做好万全准备 市场成型迈还特地到 子关渔港巡视防台进度 对于我们渔民停靠在港边 尤其我们高雄近海的 这个渔船作业非常的多 那务必要大家这个 这个做好防台的这个准备工作 陈其班强调 这次山陀儿来势洶洶 风雨强度不容少去 威力恐怕不亚于 47年前的塞洛马台风 因此防台工作 肯定要更小心谨慎 全面严正以待 多次新闻南部中心 中文报导 主题室 新闻青核燃稍后阳洞窑 пом Antoonンデャ 我是李渡慧 加油 I will show you 爱你呀 í 死 我ologies 管你 如果 王豪 你 我 你 讨厦 你 我 我 没有 zinc 我 你